台湾呢大家讲到了龙头的企业应该讲的是红海 我们带你看看的是红海今天到底跟柯文哲是不是又杠上了呢 有人说了为什么红海就要用这两个人是不是要给柯文哲好看呢 还记得吗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第一天的时候 他就给当时的信义分局的分局长李德威 就这一位呢给他一个下马位 而且呛吓说如果法轮功的人在被打的话就要把他换掉 结果没有多久呢李德威就丢了辞职信 大家以为呢他跟他的太太他太太都是消防专业嘛 也是那么包括警察的职务 那么就说这两位都丢了辞职信是不是要退休啊 但没想到并不是退休哦 那么现在也被红海找去了 夫妻双双呢就被红海董事长郭台铭聘请了担任副总 哇副总大家就觉得这个职位真的很大 我们也算一算他的薪水比那时候当公务员的时候 可是翻了三到四倍 大概年薪有一到两千万 就用这么多的钱去聘任这一对夫妻 不过柯文哲之前呢 其实不止那么三创的事情 好像雕过郭台铭 大家记不记得有个参会嘛 他们说是不是要求郭台铭能够捐啊 但郭台铭说我已经捐给对手三亿 这三亿男的事件也让两方真的是杠上了 因此外界今天解读了 包括了三创了 包括李德威事件了 还包括之前三亿男的事件 郭董这么做其实都在打脸柯文哲 如果在法轮功的人被打上网 我就把你换掉 一句把你换掉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首日很赶讲 前信义分局长李德威更潇洒 丢辞职信直接退休 打算牵太太的手行万里路 不用这么麻烦 红海总部离新义分局只有23.9公里 郭台铭重金礼聘 外界解读打脸可批 郭董本身就很呛辣 我相信大家对他的行事风格 其实都非常的熟悉 尤其是呢 让他觉得不服气的人 那他一定会想办法去反击 局长夫妇一起跳槽 红海总部从保全到监视器 未来归他管 李德威负责保安 太太杨炳芬把关消防 比照副总等级 夫妻年薪超过千万 比过去多出三到四倍 这个如果薪水多很多 就要开始担心 其他分局长会不会都跟进跑调 你们如果不想上班 到这 红海回应 郭台铭爸爸是警察 向来对警销特别好 要大家别想太多 但两人都曾被科匹钾过 如果在法轮功的人 被打上网 我就把他换掉 换掉 红海财大气粗 虽然美组复仇者联盟 却巧合印证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三连新闻台北纵布导 一切都要 我们在法车的敌人 下车的敌人 我们在法车的敌人